2024年5月20日至5月26日 美洲资讯简报 加拿大新闻 1. 多伦多的Dandas广场和23公里长的Dandas街考虑重新命名 最新报告显示 重新命名的成本已从最初的860万加元增至1270万加元 尽管纳税人反对 该计划仍在推进 2. 多伦多房东未望Fox哭诉其租客 拖欠超过2万2千加元的租金并拒绝搬离 这使得他们无法收回自己唯一的房子 数月来 英文一直在努力重新进入自己的家 3. 加拿大联邦政府对安大略省布兰普顿一家意大利面工厂投资170万加元 预计仅创造10个工作岗位 一些人质疑纳税人的钱是否得到了有效利用 4. 数据显示 加拿大去年对外援助支出超过80亿加元 排名全球第七 其中15亿加元用于支持在加拿大的难民 寻求庇护者及逃离乌克兰的人员 5. 加拿大著名海鲜餐厅Red Lobster因无限侠促销活动导致1100万加元的损失 全球海鲜公司管理不善是这场惨败的主要原因 6. 加拿大几位部长在安省宾顿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了一项新的国家行动计划 以打击汽车盗窃并加强警察 政府官员和边境执法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 7. 加拿大丧葬费用暴涨46% 导致无人认领的遗体数量增加了24% 纽芬兰省因此建造了一个全新的尸体储藏库 目前丧葬开支攀升至约8800加元 8. 安省计划于2025年实施新的每天石家园托资助方案 采用新的资金提供方式 这也是托中心经营者迫切呼吁的措施 9. 联邦政府正式确认 拒绝多伦多公共卫生部门关于非法毒品和法化的申请 政府表示现在不会也永远不会支持此类申请 10. 一名加拿大男子因腿疼看医生被推迟4天 导致感染扩散最终截肢 西北地区健康和社会服务部表示 无法对具体患者病例发表评论 但柯克恩的家人可以提出投诉 中国新闻 1. 江西一枚矿发生安全事故 导致三人遇难 同时 内蒙古一矿业公司 在治理塌陷区时发生塌陷 4人失联已超过24小时 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2. 江西发布已就换新方案 报费并购置新能源汽车可获1万元补贴 商务部数据显示 4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长33.5% 3. 广州正超前谋划二条高速磁悬浮线路 并预留广州北站T4航站楼 至2035年 广州将规划建设五个通用机场 提升交通基础设施 4. 中国女排在世界女排联赛中 以三胜一负的成绩结束首战比赛 世界排名上升至第六位 领先日本 5. 广西百色17岁体育生左膝股瘤手术 被错切右膝 医院通报对六人给予撤销职务 暂停处方权 扣罚绩效工资等处理 6. 上海官宣从6月1日起 试管婴儿治疗将纳入医保报销 预计每年可为参保人员减轻约9亿元的负担 7. 山西临坟西建北收费站 不开票少缴费事件后续调查结果公布 20余名收费员停职 4人被开除 此外 安徽厨州境内高速22日发生事故 已至二死十余伤 8. 20日下午 新疆克兹勒苏州阿图神市发生5.2级地震 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当地居民表示 地震持续约20秒 生活未受影响 9. 哈尔滨一居民楼发生爆炸 导致一人死亡 三人受伤 多架阳台被炸毁 官方通报称 细操作不当 导致液化石油气罐闪爆 10. 中国最美公路 新疆独库公路 将于6月1日提前恢复通车 这是近5年来最早的一次通车 国际新闻 1. 日本一污水厂被爆 向海洋排放含致癌物质的污水 浓度超标420倍 严重威胁环境安全 同时 日本小林制药的保健品 因成分问题 已导致超过2000名消费者健康受损 引发广泛关注和担忧 2. 阿富汗两省突发洪灾 已造成120人死亡 约2000所房屋倒塌 农田 树木 以及桥梁水坝等基础设施 遭受严重破坏 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灾区居民亟待援助 3. 美国德州遭遇暴风雨袭击 已导致7人死亡 50万户断电 救援工作正在进行 与此同时 纽约州一列火车与皮卡相撞 导致皮卡车上3人死亡 引发了对铁路安全的讨论 4. 英国从美国进口的血液制品 被饼干和艾滋病毒污染 导致约3万人感染 3000人死亡 此事件引发了公众对血液制品安全 及监管的强烈质疑和愤怒 5. 伊朗总统莱希的首场葬礼 在大布里市举行 普京等多国元首将出席葬礼 联合国为其降半旗致爱 各国领导人的到场 显示了对伊朗的重视和哀悼 6. 欧洲智库发布报告称 印度最富有的1%人口 控制着全国40.1%的财富 其收入已占全国总收入的22.6% 该报告引发了关于财富分配不均 和社会不公平的讨论 7. 韩国爆出第二个N号房事件 受害女性多达61人 5名男性嫌犯中主要成员为首尔大学校友 此事件引发了对网络性犯罪的广泛关注 和强烈谴责 8. 墨西哥一场总统竞选活动中 5台倒塌 已导致9人死亡 约50人受伤 墨西哥将于6月2日举行总统选举 此次事故引发了对竞选活动安全性的担忧 9. 哈佛大学董事会决定 剥夺13名支持巴勒斯坦毕业生的学位 尽管教职员工持反对意见 此举引发了毕业典礼上的抗议活动 学生和教师纷纷表示不满 10. 聊天软件鼻祖ICQ官宣 将于6月26日正式关闭 结束其近28年的运营 ICQ曾在全球范围内风靡一时 巅峰期用户过亿 此消息引发了无数用户的怀旧情绪 接下来是今天的深度解读 1. 加拿大将向海外出生的儿童授予公民身份 恢复失落加拿大人的权利 加拿大移民部长Mark Miller提出一项新立法 规定父母是加拿大国籍的情况下 国外出生的孩子将直接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 这一政策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2009年保守党政府废除了实质性联系制度 并采取了一项普遍规定 拒绝在加拿大以外出生的孩子 直接获得公民身份 这一决定导致许多在国外出生的人 无法获得公民身份 被称为失落加拿大人 移民部长Mark Miller表示 我们希望我们的公民身份制度是公平的 可获得的并具有明确透明的规则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公民身份 但对于有资格的人来说 他必须是公平的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机会 尽可能减少海外出生的儿童 与在加拿大出生的加拿大人之间的差异 根据拟议的修正案 自2009年以来 在海外出生的加拿大人的子女 将自动获得公民身份 新法律生效后出生的儿童 将需要通过新的实质性联系测试 即在孩子出生或被收养之前 父母需要在加拿大累计居住至少1095天三年 以确保子女获得公民身份 去年安省高级法院判定现行制度违宪 认为其创造了两类加拿大人 并要求政府在6月19日前解决这一问题 这是保守党剥夺加拿大人最珍视的公民权利的一个例子 梅勒尔说 新民主党移民批评家Jenny昆表示 2009年的政策对家庭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与自由党共同起草了新立法 科恩指出 这项法律的不公正性导致许多家庭成员 因为孩子无国籍而困扰 保守党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米勒尔表示 政府可能需要向法院申请延期 同时该法案在众议院进行审议 但他强调不希望长时间拖延 因为许多人正因现行法律而受到不公正待遇 二 根据Bloomberg报道 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委员会 Canadian Pension Plan Investment Board CPPIB在中国的人民币投资场口 在两年内减少了一半 由于地缘政治风险不断上升 CPPIB正逐步撤出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周三 加拿大最大的养老基金发布年度报告 截至3月31日 该基金5%的资产为人民币 低于2022年的10% CPPIB首席执行官John Graham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们的中国战略没有变化 但在投资方面 我们总是在评估投入与回报的平衡 当然 过去几年 我们的投资需求有所减少 这反映在我们的投资组合中 年度报告显示 截至今年3月的财政年度 该基金的回报率为8% 其公开上市股票投资组合的涨幅 接近14% 但中国股市因房地产行业危机 而落后于其他主要市场 拖累了整体业绩 加拿大一些最大的机构投资者 正在调整在华投资策略 主要原因是担心中国经济和政策风险不断上升 以及中国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张 去年 卑诗省投资管理公司 British Columbia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rp 和安大略省教师养老金计划 Ontario Teachers Pension Plan均暂停了 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对CPPIB而言 亚太地区投资本财年的回报率 仅为0.1% 部分原因是外汇损失 该地区占投资组合的比例 从两年前的26%下降至21% Bloomberg News今年3月报道称 CPPIB最近才减了其大中华区上市股票团队的12个职位 约占其香港地区员工的近10% 拥有6320亿元资产的CPPIB在2024年迄今一直积极参与交易 Graham表示 全球交易减少的趋势可能已经结束 近几个月来央行政策利率企稳 信贷息差也有所收窄 Graham表示 过去几年 由于市场试图找到买卖价差 交易活动略低于正常水平 他预计未来12个月内 CPPIB将在大多数资产类别的买入和卖出方面更加活跃 本月早些时候 CPPIB同意与Global Infrastructure Partners合作 以约39亿美元收购公用事业公司Alat Inc 据彭博社5月14日报道 该公司还在维京邮轮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中出售了股份 并且是医疗软件公司Vestar Holding Coop的投资者之一 该公司正寻求在美国进行IPO 筹集高达10亿美元的资金 祝各位观众有个愉快的一周 下周见